各位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大盤又在震盪 這個外資最近 胡多胡空的 感覺這個好像抓不到這個頭緒 外資一回買現貨一回這個企有回補 昨天還大買 今天大盤跌了305點 那保證今天外資又大賣 好 那這個盤怎麼看 我們看大盤 開低不是壞事情了 震盪震盪 盤中這個下壓 重點是它的籌碼能不能得到清洗 我想這一波外資為什麼會賣 跟這個融資增加也有很大的關係 你看融資從2月應該這樣講 從開紅盤 從這裡開始 從2月17號開紅盤這幾個交易日 你知道這一段期間融資增加多少嗎 到昨天為止增加186億新台幣 就是它就是要洗籌碼就對了 好 那洗完籌碼之後 指數部分有壓回未來或是個股遭到挫殺 你才有向上的空間 你不然一直漲 一直漲 一直漲 一定會有高漲震盪的 所以拉回是好事情 你要把握機會 這個是個大洗三溫暖的行情 可是你會做的 遇到這種三溫暖行情 你應該覺得開心才對 假如你手上跟我們一樣有很多現金 你現在一定會覺得怎麼樣 我到底有什麼可以買 好 來 最近很多人問我 宇哥 台積電會不會跌破600 能不能買 買點是不到了 你先問問看自己 台積電 假設600塊錢是買點 你打算你要賺多少 你要賺多少 一成 60塊錢 一成60塊錢 你賺台積電一直漲停滿一成 你買台積電 你現在買台積電 你要賺一成容易 還是做中小型基歐股 賺一成一個漲停滿容易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可能問我 宇哥 我不是要買台積電 我是想說台積電如果不守的話 不保的話 那大盤會有震盪 那震盪之後我再找買點 這又犯了第二個邏輯上的錯誤 你看台積電 大盤在這個地方 大盤這個地方 月線看起來守或不守 目前來講就在月線這個附近 台積電跌破月線 所以它比大盤弱嘛 那說台積電下跌 我講大型股啦 1301的台速今天創新高 你看見沒有 誰說台積電下跌 你找不到股票可以賺錢的 合理吧 我拿台速跟台積電比嘛 我不要拿我們的小型股 跟各位來跟台積電比啊 所以台積電壓下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到 有很多機會在我們的身邊 只是你被眼前的這個恐懼 嚇壞了嘛 台積電也先回補了 2月2號的缺口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需要整理 大盤還沒有回補這個缺口 但上方也有壓力 所以在這裡指數 我覺得或許還有震盪往下 做一個整理的機會 可是可是 它相對上面空間來講的話 我覺得不是很大啦 那當然你要 它這個地方直接轉強 也有困難 為什麼 擺明的嘛 這個空方缺口在這裡 好 來 所以我們提到重點了 你要買標股啊 你不是去看台積電 去解台積電 去看大盤 維生 先買 你可以輕鬆的坐享掌停板 多久 大概差不多9點5分不到就拉掌停板鎖住了 坦白來講這種股票 你第一時間 你不會買啦 你也買不到 你想嘛 你會猶豫嘛 哎呀 這個大盤啊 這個好可怕啊 對不對 這個緊張死了 對不對 給你掌停板鎖住 禮拜三 有沒有 收高 你要先搞清楚一點 親愛的觀眾朋友 禮拜二那天是開高走低 留一個大黑K 大盤啊 從漲300點 到跌6點 這一天大盤是留下一個306點的 一個高低差 它動都不動 從頭鎖到尾 禮拜三大盤強 它順勢整理一下嘛 那你不要看著指數在做股票 你看著指數在做股票 你會 你會做錯方向 你容易做錯方向 那今天呢 不用講了 今天中場收盤跌300多點 維生強還是弱 你自己看 維生今天再度攻高到226元 我要你們來賺大錢的 我不是帶你們來做當充的 短線該走 我會帶你走 做股票不要急 但是該快的時候呢 我絕對不會慢 該賺大波段的 我絕對不會少 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講嗎 維生長線低檔 從400多塊錢跌下來 對不對 來 你看 這個長期 長期 長期的下降壓力線 你不在這裡先買 我告訴你 你在這裡 你追得心驚膽戰的 還弄不好被洗掉 有沒有 對不對 這邊都在洗盤 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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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裡區塊布局 直接跳功享受掌停板 再往上墊高 今天再創高 這招大盤嘛 老師啊 這個大盤啊 哎呀 長多 那長多讓他休息嘛 你要做這種 沒有長到的嘛 對不對 老師要長很多了 長很多啦 來 我們看一下來 他從464塊錢跌下來的 這個周線的角度 各位自己看就好 這邊464 維生線在這裡 你們這樣可以看得清楚 來 量先架型 底部最大量出現 有沒有 出量突破 量縮整理 今天本周再往上突破 這個頸線227 這個頸線多少 237 不會是高點啦 不會是高點啦 只看什麼時候過 然後呢 程度有多少 所以做股票你要玩大的 你格局要大 眼光要大 跌下來是找機會的 不是擔心 我們做股票 不是在這邊當衝的 主身段最好做 你就要賺就賺大的嘛 肌肉龍頭股會賺很多啊 對不對 跌下來怕什麼 好股票買好買滿嘛 你知道今天跌300多點 沒有一家跌停板 今天沒有一家跌停板 那不是跟上禮拜五 那不是跟上禮拜五一樣嗎 但是我講過 你現在太有流強 目的是你要有資金 接下來跟著做新主流 做新主流 底部進場 沒有資金 其實就像你看白頭畫 公里畫當年一樣 你有看你不敢買 所以我是誠摯跟各位講 我們是站在同一陣線的 你來 把資金準備好 我帶你做下坡主流 我不僅跟各位 這樣子談 我帶我的客戶 金星科374加碼買進 1月22號 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做金星科 做得有如神助 我帶你在374買 你當天 你當天就賺 不會像現在 我說我退一萬部獎 很多人現在做當衝 被修理得很慘 你跟著我做 你說老師 我想要做短線 我想要做當衝 你可以自己衝 隨便你 你要賺大的 你跟著我 你就算短線 我一樣怎麼樣 帶你買 拉漲停 19塊錢 你自己賺嘛 那你想賺大的呢 抱著 再加碼 你想玩大的 再加碼 好不好 又漲停 再漲停 我動都不動 我跟你講 我說我動都不動 我跟你講洗完再上 兩筆加碼單 就大賺191塊錢 兩筆加碼單 大賺192塊錢 大盤上禮拜五 跌了498點 跌快500點 他收平盤 禮拜二再創新高 那昨天宇哥告訴大家 我說 這個盤勢 除了第一個盤勢震盪之外 我覺得是時候 我也該帶你去找尋 下一波大波段的 坦白來講 金星科未來有押回 有好的買點 有足夠的價差 我會買回來 我昨天講 震盪整理先出一趟 那今天大盤怎麼樣 各位都知道 金星科 今天跌29塊錢 坦白來講 我問各位嘛 厲不厲害 你自己講吧 我昨天公開跟各位講的 我說你沒有跟上金星科 你跟我做下一檔來賺多少錢啊 光這一檔374到525 151塊錢 光這邊404買 從這裡到這裡來 121塊錢 就算你沒有賣到最高點 你也是賺100塊錢 100多塊錢 這樣子賺的 你賺了一個100多塊錢的 一個大波段之後 今天大盤給你震盪 你手中股票 你雖然有套牢的 你手中股票就是有跌的 就是你一樣怎麼樣 你是大賺小賠啊 不是很開心的事情嗎 你跟著我不是帶你 輕輕鬆鬆的愛譜 大賺獲利出清 我做愛譜賺錢 有人做愛譜沒有賺錢 很多人來問我 老師我現在愛譜怎麼辦 全部賣出 你手中愛譜的找我 我告訴你怎麼做 對不對 有價差來了 你自己不要亂做 我跟各位講 自己不要亂做 我能夠這個波段 從這裡開始 帶著你一路咬咬咬 做六望七上看八 到這裡來 波段323塊錢 我們全數大賺入貸 這個大波段 你自己想想看 從四字頭到五字頭到六字頭到七字頭到八字頭 我希望你是做這兩層的人 跟著我們一起賺錢賺錢 賺大錢 不然這波行情很多人沒有賺到錢 大盤又震盪 今天大盤震盪 我看很多人灰頭土臉 很多人很擔心 甚至很多頭顧老師來錄影的時候看到他們 那個臉色都不是很好 可是你要習慣這個震盪 當你把資金開始陸續地逢高出脫 收回一些資金之後 你接下來是等待是一個機會 因為你有資金等待是一個機會 你不要去追漲停板 我常常跟各位講這個很好記 不要追漲停板 讓漲停板來追你 每個人都記得 怎麼做 怎麼做 買完 漲停板就來追你了 買完 漲停板一根兩根 你去追漲停板 我們獲利出掉下來 最近就有幾個來問我 他們不好意思 老師我看你的節目 買了亞光 我說你買在哪裡 不太敢講 我就說嘛 對不對 你看節目 你自己做 跟我帶你做 差別在哪裡 你自己追了 你會捨不得 你就算 你就算 你就算知道 我已經賣掉了 那你 你能不能捨得賣掉 可是如果賺錢 你不會有太大這種問題 對不對 賺錢最多是 平安 我沒有賣到最高一點 可是我還是賺 我還是賺錢 開不開心 手中的亞光 我告訴你 我找機會買回了 不要擔心 親愛的觀眾朋友 不要擔心 問題是你能不能跟我們一樣 買在起贈點 我說我封關前兩天買的 開紅盤第二天漲停板 我還跟你講 報好 對不對 兩天兩支送分題 三天 從78漲到101.5元 我說我怎麼賣都大賺了 我怎麼賣都大賺了 我現在回頭問各位 這是不是要起贈點 2月4號的時候 2月4號 漲停板什麼時候 來 導播拉近 謝謝 2月4號 對不對 封關前兩天買的 封關當天收小黑K 開紅盤當天小紅K 幾天 買完之後 1 2 第三天漲停板 第四天兩天 兩根漲停板 第五天創新高 獲利賣出一趟 開開心心的嘛 現在重點在哪裡 你要不要買到這個地方 你要買標股 要賺標股 你就要買到這種位階 好不好 下來買好買滿 我希望大家不要急 但是你必須要 逆向思考 我們進一段廣告 待會馬上回來 飛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飛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飛凡商業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飛凡抢先報 鎖定非凡商業台 鎖定非凡商業台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商業台 鎖定非凡商業台 掌握未來 支握未來 но 可以 不可以 亞美 回 investment 超市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电动车手中一定要有 加洪海集团8261的富顶这档股票 洪娇军旗下MOSFI就它 而且它投入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碳化系 二极体已经量产出货了 所以它未来的空间 未来的成长性是很大的 它不是单纯做这个MOSFI二极体的部分 那包含洪海集团甚至大陆电动车联盟 或整体电动车市场而言的话 其实坦白来讲 它的报价已经开始调涨 第一季报价调涨一层 Q2上看两层 我预估第四季单季0.9元起跳 那去年全年预估上看2.5元 这这里叫起账点 各位懂意思吧 它缘元分的营销还创新高 有没有涨 没有涨 我常跟各位讲股票就这样子 你不要去追 亚光起账点买 直接给你啵啵啵 你想想看 你回过头来看 你一定说我权力中央 那在这里 未来的题材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真的 广宇 来 电动车附近材料 转投资熔炭 宏海集团当中 它最强 可是记不记得我告诉你 股票不要自己追 不要自己乱冲 不要自己乱空 我带着你轻松买 不要急 不要急 轻松买 43块 轻轻松松买 今天过高 过高 拉回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你看看 这个震荡有多大 这个震荡有多大 对不对 这又回过头来 我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每一档股票 都像这样去追 如果你每一档股票 你的老师 都带你去追这种股票 我告诉各位 你只要中一只 中两只 中三只 接下来 你中草莓都来不及了 我们要是赚钱 赚大钱 不是在那边 小鼻子小眼睛 赚三毛五毛的 你跟着我做 我带你底部进场 你要是赚大钱 所以我觉得 你不用太过担心 这个市场有很多机会 有很多机会 这档股票 来 我先问各位 没有涨 对不对 没有涨 你看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 小心喷出 有的时候股票 做股票 不要急 不要乱当冲 不要自己乱追涨停板 有的时候 该快就要快 你现在就是告诉自己 这种股票 你就是要快了 你还想什么 等它过高吗 等它过高吗 我今天是站在 跟大家 同一阵线的心情 在跟各位讲话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赚钱 不然 我们过去这些股票 你们都说 老师啊 你的 这个 四星KY 从600多涨到1000 国具从 从300多块钱 涨到600多块钱 金星科 300多块钱 加码单 100多块 200多块 这样赚 可是你们没有赚到 对不对 所以股票就是这样子嘛 你要买标股 要赚标股的 你要做 我就带你 所以我敢讲 今天 没有人会这么大声 跟各位谈 都是安慰大家 跌很多 跌很多 安慰你 然后涨很多 带你追 那不是一个负责任 也不是一个 务实的操作态度 这个盘 下来你要赶买 这是个机会 听我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不要再做这个方向了 台币还在升 我刚才还在想说 怎么还在升 你必须要有一个 逆向思考 直接跟上对的操作嘛 好不好 拜托拜托 你看哑光 我跟各位讲 这叫起账钱 有没有 有没有看见 我要告诉你 这什么 偷卖 偷卖 结果呢 拼一下 被这起账到这里 货币卖掉 为什么 该快就要快嘛 该快就快嘛 你卖掉之后下来 赚了钱 我们再做下一场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我想 你们不要想那么多 来 我希望大家 逆向思考 我跟你站在一起 我就把你当朋友 就把你当自己人 要买标股 要赚标股 你打来 我就带你 不是赚小钱 我带你赚大钱 好不好 底部进场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这样想 来 三月标股班 我现在跟各位讲 我敢这样做 你打来 你来电 我就带你体验 你赶快打电话 我跟你讲 就是底部进场的股票了 所以 亲爱的观众朋友 三月就是标股当家 好不好 直接来电 就可以体验 我今天开放 没有任何门槛 我敢这样做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 接受我的逻辑 今天开放 来电 就可以直接体验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